美女 美女 很舒服 你好 早起 早晨了各位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8點 56分,快到9點了 很久沒試過這麼早起床 今天就預約了車 打算去行山 預約了10點 待會吃點東西 整理好家 就可以出發了 幾天超好天 超大陽光 但看明天的報告 今天好像是多雲 不過剛剛起床 都看到外面有少少太陽 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太陽 希望待會有太陽升高 再多一點 就會更好天 現在就先外出做食物 先吃 應該是太陽 什麼 可以 你覺得很早 很快 現在就是 吃 衝浪 的 那裡 做了一些電梯 大 GRE 很快 坐在這裡 吃午餐 休息 走了十分鐘 已經開始出汗了 今天來到一個Elf Church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隨便吧 剛剛停下了一輛車 在這裡下面 現在上面就是一個大草地 正在放羊 很舒服 就在這裡 開始 走下去 我們剛剛開船了 沒什麼人可以脫下口罩 有人經過呢 就遮住了 吸收一下新鮮的空氣 有一點像日本 看到他旁邊 日本的水 日本的水沒有那麼濕 沒有那麼濕 看一看 好漂亮啊 這個位置 真的很像日本 在這裡面 先看 先看 在左邊走過來 之後呢 一會兒就在那裡 過對面呢 就走過去了 有兩隻鳥 為了 一隻鳥 爭複俠 一隻鳥 看你一拳 我看你一腳 這邊有幾隻隔岸觀火的鴨仔 這裡有一個魚塘 很大 之後呢 人們就 自己 坐在那裡釣魚 好可愛啊 它很乾淨啊 搞笑啊 吃草啊 哎呀 吃完了 哇 找地點 我們離開了一個canal 來到這裡 有一個大草原 有些草泥馬在下面 很舒服啊 太陽很大啊 今天 剛才就在那裡 走過來 一看出去呢 就是 這樣了 一會兒我們 就應該會 走上去那裡 哇 這個景 有規模 好多櫃 我們走了這麼久 第一次有上車 現在去到後段會比較多 上山的路 藍天 好嗎 這路是指導我們進來這裡 跟羊一起走 你好 你好嗎 太陽遮住了 去了哪裡 我們來到這裡 就是這裡轉上去 就是火車站 如果不是開車的話 那條條路可以在這個位置開始 看不到 也是有巴士 公共交易可以到的 這裡附近的房子很漂亮 這裡有寫 3Betroom Semi Detached 325K 有些大一點的 這裡的環境真是很粗 經過完小村之後 又來回郊外的地方 有很多人帶狗來這裡散步 剛剛從下面 走到這裡 有點累 應該是最斜的了 根據這個Trade用的App 終於看到牛了 一個一望無際的郊外 在英國行山 很多這樣的閘 都要自己經過的時候 開了它 然後呢 撐回去 我們剛剛走完了 回到起點拍車的地方 就是 後面那裡 我們現在看著就是一個 很多樣子在這裡的 一個Field 這裡就有一間叫做Crown Inn 我們原本打算在這裡 吃完午餐 才回城市 但是呢 在這裡說 原來要預約 要預約了 才可以點東西吃 所以就 只可以喝東西 在這裡 就喝東西坐一會 之後再回去 我們約了3點 環斜 跟羊群一起喝杯酒 跟羊群一起喝杯酒 拜拜 我們走完山回來了 沖了個涼 吃了點東西 走的時候其實不太覺得 但是走完之後 原來其實都挺累的 原本呢 那條條條路 就說大概走兩個小時左右 那我們就慢慢走 有時候停下看東西 大概走了兩個幾三個小時 那條條條呢 我原本就是上網 就這樣搜尋我這個附近 有什麼地方行山 那它就出了一個網給我 叫做 我發現原來它有一個APP 可以下載的 那我之前就搜尋了 那個地圖 然後它就馬上開出來 那你就會實時看到自己走到哪裡 其實都挺好的 那我一邊走的時候 就偶爾拿出來看看 雖然我們有一次 是錯過了那個轉彎位 然後就走多了一段路 不過其實都可以的 那我們選了那條條條條 就是叫做 Elf Church and Bart Green Waterways 那開頭呢 那三分一左右呢 就是沿著那個canel這樣走的 然後呢 就會經過一些水塘 過了水塘之後呢 就會是一些很大的field 上面就會有羊在你旁邊一起走 很搞笑的 它是會有一些閘口給你進去的 那它也是一些公眾可以走的trail 上山下山來說呢 其實都是去到最後那一小部分才有的 那不算太吃力的 那我覺得都可以處理到 那看看下個星期會不會去發掘 另外一條新的行山路徑 如果試了一些新的路都可以的話 會介紹給大家聽的 那住在Bramion附近的朋友呢 都可以去看看 還有我剛剛轉了那個 Mobile Data的Provider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介紹過Voxy 那我現在就轉了去Smarty 剛好是星期一呢 他們幫我交換好我的號碼 因為我覺得其實Voxy的計劃 雖然它是加上了社交媒體用 但我們現在這麼少外出 基本上我家裡一直都是用WiFi的 所以好像有點浪 比10磅雖然有很多資料 但其實我完全用不到 但是Smarty呢 就有得選一些便宜的計劃 因為我基本上都用不了那麼多資料 於是呢 我轉去Smarty 又可以拿到它的營身優惠 我今天換了SIM卡之後 才出去行山 它一直在比較郊外的地區 它一直的信號都收到爆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試Smarty的話 我下面都會留下連結給大家參加 它現在除了送一個月之外 還會額外送多10磅的帳戶 如果你選一些便宜的計劃 基本上你可能兩三個月都不用給電話費 大家可以按去看看 其實現在已經快7點了 但外面還是超級光 已經又到了8點多9點才會天黑的時候 不過也好 其實我也挺喜歡日光這麼長的日子 就覺得時間好像好用一點 可能真的因為太久沒有行山了 對腳都挺累的 待會先拉拉筋 放鬆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拍的這條行山walk 之後都會再出很多在英國生活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按Subscribe支持我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